曾经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 大概的意思是说 所谓功名利路动人心 你总有值得他利用达到他目的的地方 不过不是每个情况都实用 所以大家要有自我判断的能力 今天这起案件的女主角就以为自己遇见了真爱 遇见了英雄 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却因此丢了生命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貌与智慧病中的小男 让我们把时间倒退回2016年的新加坡 安静的女主角是来自中国天津的崔雅杰 出生于1985年 她在天津大学完成本科后 就前往英国某知名大学继续宣召念硕士 毕业后他并没有如父母所愿回国发展 而是职身一人来到了新加坡 很快的他就被新加坡一家大型企业聘请担任工程师 雅杰相貌初中学历高工作好 因此受到许多年轻小伙的追求 不久他与信仪者确定关系 可说是事业爱情双手啊 但好景不长 虽然雅杰与男友在一起多年 但这期间因为双方性格不合引起了多次的争吵 2015年3月 男友对雅杰提出了分手的请求 不过雅杰始终放不下这么多年的感情 便在某一天晚上去男友家求复合 但是无论他怎么敲门 男友都置之不理 还隔着门说了些伤人的话 此时雅杰的内心崩塌了 他没想到相处多年的男友居然如此狠心 顿时忍不住在门前放声大哭 由于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雅杰的哭声不但吵到了附近的邻居 也吸引了一些看似的观众 所以保安准备把哭闹的雅杰赶走 但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自称是雅杰朋友的男人 从围观的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把哭倒在地的雅杰扶起来 并带他离开这尴尬的局面 之后男人主动提出把雅杰送回家 不过当雅杰坐上了男人的宝马后呢 他仍然不停地哭泣 于是男人好言安慰 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关心 让雅杰在异国他乡 感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温情 该男人还说 既然他不懂得珍惜你这么好的女孩 那你要不要考虑做我的女朋友 对此雅杰并没有当场答应 但也有一句话说 要忘掉前任最快的方法 便是开始一段新恋情 也许是在雅杰分手后 这段低潮期被该陌生男人填补了内心的空虚 他很快便从上一段感情的痛苦中抽离出来 也逐渐对这个男人产生了感情 因此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就走在一起了 雅杰每年都会回中国一两次 每次待约两个星期 他在中国期间曾经跟父母说自己交了新男友 对方48岁 离过婚有个12岁的儿子 据悉男友父亲经营这个连锁洗衣店的生意 所以他迟早都会继承父业 不过因为年龄上的差距 母亲让他再进一步了解看看 父亲则是反对这段恋情 也许父母的自觉是对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连锁洗衣店哨动 其实就是个侧头侧尾的大骗子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这个英雄救美的男人叫求贵夫出生于1969年 原来他结过两次婚 而在第二段婚姻中 妻子还曾经因为遭受他的毒打 跑到法庭申请了保护令 不过稀奇的是 妻子并没有跟他离婚 还在结婚第二年为他生下儿子 没多久 他在2004年和2011年因私性罪 分别坐牢6个月和16个月 2012年出狱后 他通过报纸找到一份洗衣店的工作 两个月后再身为总经理 不过他生职并不是因为老板是他的父亲 虽然他有案底 不过洗衣店并没有婴儿 歧视他反而提供他生职机会 不但如此 邱贵夫曾在报道中谈言自己是个大骗子 爱赌 抽烟喝酒甚至曾经搞过婚外情 他声称 我过去吃喝嫖赌 无所不还 到处招摇撞骗 连结婚戒指都能拿去典当 他还说应接受宗教而改过自行 感激获得第二次重生的机会 然而在我看来宗教并没有彻底拯救他 但在妻子面前 他还是扮演着好老公的角色 由于妻子的工作是在一间学校里当文员 儿求贵夫每天都会送老婆孩子上班上学 不过他的邻居表示只看到他送妻小出门 并没有接他们回家 而且穆资良都是很晚的时候才回家 不过妻子不敢多问 因为邱贵夫以前曾对他与儿子动促 还向他们丢东西 说回亚杰和邱贵夫两人在一起几个月后呢 南方便已打算跟朋友一块做生意为由 想要向雅杰借钱 他表示现在自己的流动资金都压在了洗衣店中 手里没有钱 对于这样的借钱理由 雅杰并没有怀疑 而且为了牢牢绑住邱贵夫的心 他直接借了他两万新币 不过这两万新币原来是雅杰跟父母借的 对此邱贵夫表现得非常感动 自此之后两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邱贵夫甚至还承诺已经开始计划 与雅杰结婚了 等事情忙完啊 两人就等级结婚 听到这样的海誓三萌 雅杰不但感动 更开始憧憬婚后的幸福生活 不过在雅杰心中 他还是有情敌的 那就是邱贵夫的前妻 因为邱贵夫每个星期日 都会陪前妻和孩子去教堂 雅杰曾跟自己的闺蜜说 如果能抓紧时间给邱贵夫整个孩子 他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爱 不过当时的他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前面我有提到邱贵夫犯过两次失信罪而坐牢 是因为他欺骗两名中国女子的钱 而他所谓的连锁洗衣店神医 跟他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他不但只是个普通员工 而且当时已经破产了 至于他开的那辆黑色宝马 还是用妻子的名义租的 然而有一点最为关键的就是 他根本没有与现任妻子离婚 那些都是欺骗雅杰的话术 但终究只抱不住火 雅杰很快就自己发现了 有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邱贵夫还带着婚戒 于是他马上去质问邱贵夫 不过对方并没有正面回应他 于是雅杰感到非常生气 便开始向邱贵夫讨回 之前向他借了两万块 想当然邱贵夫是没有钱还给他了 甚至不久后还搞失踪 经常联系不上 也从来没再提过登记结婚的事情 时间到了2016年7月11日 雅杰不想再等了 直接给邱贵夫的妻子发了消息 劝告他以后要与邱贵夫保持距离 因为当时的他认为两人已经离婚了 不该再有联系 然而当邱贵夫妻子收到短信之后也非常震惊 很生气地质问邱贵夫 后者向自己的妻子解释道 是这个女人一直纠缠我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她这样纠缠我 我也觉得很烦啊 同一天晚上雅杰连续多次给邱贵夫打电话 对方都没有结 雅杰连续给她发消息表示说 如果邱贵夫继续避开她不缓闲的话 那明天一早 她就会去洗衣店讲她的丑事 告诉所有人 然而也就是因为这条信息触发了悲剧 看到短信后的邱贵夫便赶到雅杰家想找她谈谈 但没想到她一早5点多就出门了 于是她马上开车到地铁站拦截她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雅杰的同事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她居然无故旷工 和她要好的同事也联系不上她 后来又过了一天 同事觉得不对劲 于是选择了报警 警方询问了和雅杰要好的同事 知道了邱贵夫是雅杰的男友 然后也很快通过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了她 此时邱贵夫还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还说雅杰的脾气就是如此 但凡有一点不开心就胡搅蛮缠 无力取闹 喜欢躲起来让别人联系不到她 不过她的片面知识 在警方眼里根本不可信 于是便被带回警局做进一步的调查 然而在警方的询问下 邱贵夫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她说自己是失守 迫害了雅杰属于震荡防卫 根据她的说辞 在7月12号早上她成功在地铁站拦截雅杰 然后开车带她前往别处 当时她打算在车里跟雅杰谈清楚 不过雅杰的情绪十分激动 说她一定是死路一条 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 而且还诅咒她的妻子儿子 最终导致邱贵夫爆发失控 把她掐死了 为了毁生灭迹 邱贵夫选择在某个废弃路边 将雅杰身体烧了三天三夜 而在雅杰遇害后的第八天 警方在邱贵夫的带领下去了焚烧地点 以寻找雅杰的遗体以及收集 作案证据 警方用了20小时才找到了一些衣服残留物 据说在看着警方进行搜索时 邱贵夫突然在旁边笑着说 真的什么都没剩 随之警方在现场找到的头发中提取了DNA 并且与雅杰母亲的DNA进行了比对 证实雅杰真的遇害了 由此也找到了邱贵夫破坏雅杰的证据 更是在雅杰遇害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在邱贵夫忙于焚烧雅杰遗体的期间 他不但与另一位女子的约会 还向对方表白求婚 随后警方在与三名相关女子入口公司发现到 邱贵夫出了跟他们谈恋爱 也有向他们借钱 金额一共高达六万五千新币 而在邱贵夫多次审讯中 他始终没有承认雅杰是他的女友 其中有一次在他与精神病医生对话时 他表示一直都是雅杰在纠缠自己 而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因为他不是自己会喜欢的类型 至于他称呼雅杰为喵喵 是因为他喜欢学猫叫 但他根本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 他还说 我是双子座男人控制不了 听到这里 想必因目前身为双子座的各位都躺着中枪了 不但如此 这个谎话连篇的男人还在庭上说 雅杰是不懂投资税给了他两万块 让他帮忙炒黄金 边防律师还试图以 正法性暴怒障碍给邱贵夫脱罪 索性法庭表示 这个理由不足以令人信服 最终于2019年3月14日 新加坡法院判处邱贵夫 终身监禁 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 至于为什么没有判处此行呢 法庭给出的解释是 1.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就有预谋迫害逝者 2.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是以残酷且恶毒的手段迫害逝者 基于上述这两个重点让被告得以逃过此行 再加上 罪名被判刑的无实命案 上一种在没有寻货仪体下判决的命案得追溯到1963年 这个案件我以前有说过 有兴趣了解的观众朋友可以按上面的连接去看看的 对于今天这起案件中 雅贤的遭遇与遗失 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她的父母亲 唯一的女儿就这样被人渣送上了绝物 我想着被定为两老带来的终身都无法抹去的伤痛 所以我恳切的希望各位女性在交友时 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尤其现在网络的发达 让现实男女的感情进入了快惨时代 就像一句歌词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千万不要被对方的花言巧语和温柔体贴重昏了头哦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的 请继续支持有子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先把时间对回到2011年的新加坡 这起案件的女主角叫做L.C.Light 中文名叫赖莲池 为了方便叙述我就叫她小时吧 她自20岁出头就出来社会工作 在一家公司从事行政工作 她的工作能力还算不错 算是得到了公司同事的认同 不过她